又忍不住显入了深深的自责 因为说到底 她也并不是真正的喜欢阿华 只不过是男人的出现 能给她平淡的中年生活 带来一些活力 再加上阿华百般是好的追捧 瞬间也让爱妮抵挡不住 而男人的刻意讨好 也让爱妮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这一刻 她仿佛再次回到了少女时代 曾经的爱妮 凭借着漂亮的脸蛋 以及优渥的家庭条件 很快变成了上海怀海陆的一只花 再加上爱妮那清冷的气质 更是让她身后有了数不胜数的追求者 不仅如此 曾经的爱妮 就连做的最简单的蘑菇头造型 都会被当做这个理发店的活照牌 长子一往下来 爱妮的性格也变得高傲自大 从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 自认为所有人都比不上自己 心中更是做上了一命美国的美梦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家中经济条件实在不允许 爱妮有这样的幻想 可她却丝毫不以为意 终日幻想着 自己有一天能一飞冲天 过上富丽堂皇的生活 于是丝毫不顾母亲的劝解 毅然决然地嫁给了 就见过一次面的阿正 只因对方的母亲常年居住在国外 她下定决心嫁给平平无奇的阿正 也全都是为了之后能有机会 跟着男人一起移民到国外 可爱妮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算盘竟会落空 他们两人刚结婚没多久 阿正的母亲就意外离世 这下 爱妮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可是一致此 她也没有了回头无可走 不幸中的万幸 婚后阿正对她则是极其的宠爱 在外更是拼命赚钱 每月的工资也是如数上交 从未有过丝毫别样的小心思 回到家后 更是将家里的一切都打理得井井又条 不仅如此 平日里更是对爱妮百般贴心照顾 甚至于就连穿鞋这种小事 阿正都会亲自骁劳 可尽管她如此付出 却依旧没能换来妻子的真心 爱妮心中始终都对当初嫁给阿正更更欲怀 她认为以自己的条件 应该生活在更好的环境里 而不是天天为了一些琐事而烦恼 更不是整日活在柴米油盐之中 可面对爱妮的各种小脾气 阿正始终选择容忍 在她的心中 自己没有完成 曾经说要带她去移民的沉默 因此 在面对爱妮时 阿正总是认为自己亏欠于她 而她更是将娶到爱妮这样的美人 归根于自己多年秀来的福分 于是阿正更是下定决心 要给妻子和女儿一个富足的生活 为此 平日里阿正总是金打细算 口中更是喋喋不休的 说着吴家又上涨了 然而她的金打细算会过日子 感觉胸口被压地传不过起来 这样的生活不是她想要的 也就是在此时 爱妮平静地生活 因为阿化的出现泛起了波澜 这个衣服是新买的吧 很贵的 丈夫不解风情的话 瞬间让爱妮恼火不已 以气之下直接扭头离开 可回到屋后 爱妮越想越起 好巧不巧 此时房顶上的吊灯 也不合时宜地晃动起来 随之而来的还有楼上 那不堪入耳的声音 此时的爱妮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多年来不算美满的婚姻 也让爱妮对丈夫失望不已 尤其是丈夫斤斤计较的 那副穷孙模样 更是让爱妮嫌弃不已 和阿正的踏实过日子不同 爱妮总是幻想着 有一天能过上万众瞩目的明星生活 为此 她总是将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 还特意穿上 丈夫用一个月工资买来的高跟鞋 走在在满巫桶树的街道上 耳边响起的悠扬爵士音乐 这一刻 爱妮认为自己 就是那个万众瞩目的大明星 而身为地道的上海人 爱妮深知看一个人的品位 就要看她头数的如何 以及脚上的鞋穿的怎么样 所以对于老上海人来说 头和脚就代表着 自己的脸面至关重要 因此 爱妮就算是生活过得再不如意 她始终都保持两周做一次头发 而对于爱妮来说 或许坐头也是她唯一一个 能够短暂摆脱那一地鸡毛的日常 而在这里 爱妮也才能短暂享受一下 明星般的待遇 刚一进门 店里的老板就亲自迎接 爱妮 老板略带恭维的话语 顿时让爱妮喜笑颜开 然而就当她沉浸其中之时 一阵不合时宜的笑声瞬间袭来 一听声音爱妮就知道 五年前去美国的路回来了 作为曾经的死对头 爱妮从不屑于跟其对质 然而对方似乎一早就认出来她 直接就从爱妮走了过来 面对爱妮嘲讽的话语 爱妮瞬间其不大意出来 坚壮 一旁的老板赶忙上前结尾 爱妮 话不能乱讲 蘑菇头 那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爱妮这个头 那是我们店里的明天 听着老板的夸夸其谈 一旁的店员们也分氛围上前来 你一言我一语的 说着爱妮当年的辉煌曾经 听着众人的夸赞 爱妮的脸上这才露出些许的笑脸 找回了自己那高高在上的尊严 然而这可让一旁的路鲁器的半死 可她还没来得发怒 此时店里的金牌理发师 阿华就现意不敢来 肩壮 路鲁瞬间换上一副笑脸 我回来了 阿华 你看 我也回来 就来找你了 眼看两人如此亲密 自己却在一旁受惊冷落 爱妮瞬间坐不住了 阿华 你看都几点了 我还有约会呢 健壮 阿华赶忙成了先帮她坐 一听这话 爱妮也贴心地上前帮她穿上工作服 然而两人的轻易举动 让一旁的路瞬间敲响警钟 健壮 爱妮也不再强求 你明天一定要去看病 然后到我那个小房子来 我来照顾你 可爱妮贴心地建议 却让阿华瞬间有些不知所措 甚至就连脸色都有些不对劲 然而沉浸在美好幻想中的爱妮 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不对 只当身旁的阿华实在害羞 尽管没能等到男人的回复 可爱妮却是满心欢喜的 开始将屋子不知成阿华喜欢的样子 还特意跑到城外 去买了阿华最喜欢的生活用品 然而她的付出 却依旧没能等来阿华的出现 情急之下 爱妮只能自己主动去店里寻找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刚一进门 爱妮就看到了被围在女人堆里的阿华 仔细一看还能发现 人群中的阿华更是一脸享受的模样 看此情形 一旁的爱妮也瞬间明白 男人内心的真实想法 尽管事宜至此 可爱妮还是想要一个原因 眼看事情已经败露 此时的阿华索性也就直接摊牌 安威亚跟我合资开家美发店 我继续入股 她每年给我增加15%的股份 五年之后 这家店就会忘 这一刻 爱妮顿时感觉五雷轰顶 曾经的满腔敷出 在这一刻也瞬间变成了笑话 尤其是一想到 自己曾经的争风吃醋 爱妮更是后悔不已 原来就在前不久 爱妮曾经的死对头露露 从国外回来了 两人刚一见面 露露就大放缺词 诉说着自己这几年过得有多么的滋润 话里话外都在讽刺爱妮 当年敌人一等没能移民成功 被人戳中痛楚的爱妮 瞬间变了脸色 可她还没来得及回队 一旁的露露直接扭头离开 转身就朝着阿华掀起了殷勤 这一刻 爱妮瞬间怒火中烧 毕竟在此之前阿华苛止围着她转 一想到这里 爱妮就瞬间七步打一出来 然而露露的操作还远不止于此 隔天 更是直接将自己的一众小姐妹 全部带到理发店 将阿华给团团围住 而众人的欢声笑语 也深深地刺痛了爱妮的心 随着露露的回来 原本只属于她自己的阿华 现如今身边围绕着 孰不胜孰的年轻美女 甚至就连爱妮以为傲的蘑菇头 也被露露更加时髦地卷发缩取代 成为了店铺新的名片 这一刻 爱妮也瞬间变得落寞起来 难道自己的时代真的过去了吗 尽管爱妮难过不已 可心中的那股不服输的劲 又再次涌了上来 于是在此之后 爱妮去理发店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露露也依旧不肯放手 更是想尽一切办法 营造和阿华独处的机会 看着两人间暧昧的举动 一旁的爱妮再也坐不住 气重重地扭头离开 可回到家后 她又忍不住想起阿华 这一刻 爱妮也终于明白心中的真实想法 而她也终于下定决心 这一次 要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于是她当即找到阿正 想起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可让爱妮没想到的是 听到她的想法之后 一旁的阿正丝毫没有感觉到意外 一时间 阿正心中也有一种解脱的错觉 将话彻底说开后 两人的婚姻也彻底地走到了尽头 此时恢复自由身的爱妮 本以为就要迎来属于自己的幸福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现如今的阿华早已有了自己的新欢 爱妮可谓是竹篮打水一场空